好 那首先呢 我們有請助演社員是 劉浩淳 好 我們考驗的順序呢 是龍龍 范范 首先龍龍請就位 這個規定情境是這樣的 課間你看到暗戀的女生 想拿書架上的書 因為太高有點拿不到 你走過去為了能幫到她 此時你會 哇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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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呃呃呃呃呃 輸給你 哇 這樣 我就不會輸給別人了吧 我就不會輸給別人了吧 啊 太灰了吧 啊 啊 啊 你們聽到了嗎 一百三 一百三十一 哇塞 一百三十一 我的天啊 太灰了吧 啊 真的救命 哇一百三十一 厲害了 非常好的成績 太帥了 這給後面的挑戰 就帶來了極大的威脅 壓力太大了 范士奇 一百三十一 附盧斯 請上場 來吧 好 加油啊 范士奇加油啊 課間你看到暗戀的女生 想拿書架上的書 因為太高有點過不到 你走過去想幫她 此時你會 你 夠不著啊 找宋慧龍啊 找我幹啥呀 找宋慧龍啊 找我幹啥呀 心如止水了已經 哎 這個心 咱玩的不是心跳 連續上學 絕對是因為憤怒 你差點沒給人聊 重情 我怎麼有 我贏不了 我知道 那你也沒有必要 讓她往下降 我玩的是她心率 最低能到多少 真的 范士奇做了一個 讓女生心如止水的表演 對 好 各位親愛的朋友們 那麼我們這一輪 積分更高的就是 宋慧龍 一百七 一百三 接下來的助演社員是 宋慧龍 好 我們的考驗順序是 耗存子役 好 這還有比嗎 好 來 準備啊 你和男朋友在路邊的椅子上休息 看到一個女生 滑滑膽技術非常的高超 男朋友忍不住誇獎了她 哇 缺水溜 男朋友沒有發現 你有些吃醋不開心 哇 真的很灑 為了讓她知道你不開心 此時你會 厲害 厲害 那個打籃球也很帅 哪兒呢 哪兒 這兒呢 這兒呢 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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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是 比你還差一點 哎呦 哈哈 哈哈 比你還差一點 哎呦 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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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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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兩句小女了 沒事沒事 一百三十一 好 來 這些號稱都條件成績 請休息 下面換我們子毅來 子毅加油 好期待 子毅你該上絕活了 不會的 加油 上絕活 哇 你和男朋友在路邊的椅子上休息 看到一個女生滑滑板的技術 非常的高超 哇 確實溜 這時候男朋友沒有發現 你有些吃醋不開心 哇 為了讓她知道你不開心 此時你會 蠻不錯的 很厲害 看我 不許看別人 看我 不許看別人 你剛才高 我孟姐直接上手了 上手了 上手了 夠大招了 整肯活了 夠大招了 好 好 好 祝贏孟子毅的挑戰成績是一百三十五 辛苦 龍龍 第三輪我們的助演社員是丁承欣 兩隊要來接受挑戰考驗的是子毅和浩存 孟子毅 先就位 哇 我們先說一下這個情境是什麼 子毅 你和你的暗戀對象 在教室裡面等待上課 看到他側臉很帥 你有些心動 你就想用手機拍一張照片 然後呢沒想到被他發現了 於是男生呢對鏡頭打了個招呼 嘿 你在拍我嗎 這是你的台詞 嗨 雷絲在拍我嗎 會要演成一個這個廣東的愛情故事嗎 而且重點是他從上一個環節之後 他就一直這樣講話了 只要是你說的我也聽不懂 然後呢為了緩解尷尬 此時你會 然後就會噹噹的聲音之後 你開始演 好 好嗎 明白 來 準備 你和暗戀對象在教室等待上課嗎 我一當中發現他的側臉很帥 也有些心動 想用手機拍張照片 結果被他發現了 他朝鏡頭打了個招呼說道 你是在拍我嗎 為了緩解尷尬你會 為了緩解尷尬你會 對 你好帥啊 對 你好帥啊 我 我想 我想跟你合拍一張可以嗎 我立馬標到115 115 115了 115 可以嗎 那你來拍 我來拍 好 最高達到了115 謝謝孟子毅 來 非常的直白 接下來是由請浩存 來 進行挑戰同樣的題 好 來 準備 你和暗戀的對象在教室裡等待上課 看到他側臉很帥 你有些心動 想用手機拍張照片 結果被他發現了 男生對鏡頭打了個招呼 你是在拍我嗎 你是在拍我嗎 為了緩解尷尬 此時你會 我是在拍 我喜歡的人 我是在拍 我喜歡的人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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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20 好 122的 你們看小丁的耳朵 小滴 小滴 好好好 小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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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滴